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大飞 今天是2023年的结束 也是即将到来的2024年 新的一年马上到来 今天晚上跨年夜 让我和我的好兄弟们一起跨年 快点加油 加油 炸鸡炸鸡 看弄点鸡炸骨 多少钱 16一斤送半斤 我还送你半斤呢 你们是一起的是吧 对一起的 我还送你半斤呢 我还送你半斤呢 我一起休凡 16斤 是啊 这个很大 一口香 这个是一口香 那个是一口香 这是鸡炸骨 这一口 我们住的这个小区旁边 就是夜市一条街 路这边一直到马路对过 还挺大的 来点鸡炸骨 那边下了三碗本面 吃点 霍德哥等会儿咱们去哪里玩 咱们去那个 苏菲亚大教堂聊这些 行 那吃过饭以后 我们三人就一起去教堂那边转一转 昨天晚上也没去 鸡炸骨 鸡脖子 嗯 这是 那个鸡炸骨还是鸡脖子 都有 两叉 哦 出发了 打个车子 差不多有个几公里 这回 天又快黑了 路灯都已经亮起来了 现在的气温是零下17度 比昨天冷 冷10度 这一出来明显的感觉到 今天路上有些堵 出来玩太多了 打车都不好打 可能早点正好交班 对 最多这个就可以玩 玩手机 25 对 便宜点 23 这就这几个钱 哇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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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钱 15块钱 大哥 可以 放点 衣服搓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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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那 好美啊 好 好 好 知道索菲亚教堂的历史吗 还有游来 这个 说来话啥啊 大概就是 可能是一九一几年的时候 那个 石油革命 赤嘉宾 会正好 税俄 Schul 37 15 不叫俄罗斯 那下俄国 所以革命的时候那些 有一些人跑过来避难 然后修建他们的精神寄托 跑过来一些俄罗斯贵族那下 xim 修建的 当时修的很大 好像在整个面积都是 能放两千多人 后来被火烧了一次 重修了就变成这么小了 这里就是来哈尔滨达卡之地 索菲亚教堂 这就是为冬季旅游的游客准备的 还挺软心的 虽然说没有小哥哥 但是确实是有热水 确实有热水 来杯 谢谢 你来 好冷了 喝点热水 你把我喝 暖喝了一会儿 然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跨年之夜 今天晚上人是真多呀 这边拍写真的也好多 这么冷的天 穿着裙子拍写真 勇气可嘉 好大 为了写真 真是太拼了 将近零下20度 佩服 五体徒弟 一开教堂去江边 这一路堵的太堵了 我们又来水人头了 看一下 今天晚上跨年 全是人 走呗 走吧 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来到了防空祭奠塔 该塔是建立于哈尔滨市道理区 是哈尔滨的文护保护单位之一 为了祭奠1957年的抗航空抢险 在泳士们修建的 先进商场里吧 外面太冷了 无人机要做一个登记才行 要不然在这边飞不起来 咱们先去看个电影行吗 看电影出来以后吃饭 然后再飞个无人机 把无人机先收起来吧 我先做个登记 这等了一晚上 终于搞好了 然后出去试一下 银子 加墙 辣摆 这地方的 不知道 听说 这是什么 还ha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人实在是太多了 连站脚的地方都快没了 我们就不在这里了 然后我没回我们住的那边 我离开市区 主要是吃饭玩什么都没地方 大家都在压马路 人山人山 高公交车了出都出不去 怎么找 你研究一下吗 怎么找怎么找 承车嘛 承一下就行 下车 昨天没吃上的大鹅 今天又回来了 还是这里 非得吃他们家的鹅 我都来好一天了 还是排队 黑龙江的鹅都被吃光了 定都定不上了 今天排队也要吃 现在是晚上的9点17分 我估计还要再等个几分钟 差不多有10分钟之内就有多了 大鹅大鹅 锅灶还是挺大的 这烧店的吧 等下又把这个盆放到里面 这是半只差不多 第一次吃正宗的 东北大鹅 等下看看怎么做的 这里面放了一个 铁锅 这是铁锅炖辣鹅 辣椒 要烧油吗 里面有油 它是贴饼子 正好贴一圈 正好贴一圈 嗯 油饼啊 花卷 花卷 把鹅倒到里面 这大鹅 味还行 嗯 可以开饭了 蒸了 多长时间 半小时 半小时 哇可以开饭了哈 看这个花卷 直接蒸起来 这个就是用筷子夹起来直接吃嘛 嗯 花卷 直接吃 哇加上大鹅 嗯 嗯 味儿挺好的 看这个浓浓的 酱汁 来开饭了 兄弟们 好吧 干杯干杯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 里面是土豆 还有那个扁豆 用剪刀夹一下 我以为撕怎么撕开呢 剪刀夹一下就行了 好 谢谢哈 不用蘸料是吧 这个 直接吃一条 哇 哇 这鹅肉还挺嫩 我好多年没吃鹅了 嗯 好多年没吃鹅了 冬天对于这些大鹅 暖和 我没慢慢吃鹅少 你没鹅肉干啥 不养鹅 不养鹅 嗯 不养鹅 你们那张鹅主要炸蛋 嗯 鹅蛋 但是你说 早上就像吃大鹅很少 鹅吃太多鹅了哈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哈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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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跨年 电影院 也是满满的呀 都已经十一点了 马上 还是这么多人 今天来看个跨年电影 开场5分钟了 上厕所去了 等一下 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下高可铁专利 吓一跳 刚才感觉忽悠一下 有点空高 感觉不太好 慢慢掉下来 撤了撤了 回家了 现在是晚上的一点半 已经回到住的地方了 现在的温度是负零下24度 最低温度零下25度 明天的话估计还差不多是这个温度 现在体感温度外面的话是负零下29度 今天天亮就准备出发了 然后往山东方向一直提醒1500公里 然后回家过年 在这里和北北还有胡子哥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2023年已经结束了 2024年新的开始 从这里就要告别了 和北北还有胡子哥一起这么长时间很开心 也很高兴在路上结识了他们 缘分造就和我们的相遇 认识你们很高兴 在一起的这段的时光 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回忆 真的很高兴 希望你以后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 身体最重要 然后一路顺方前途刺紧 加油 加油 对自己好点 加油 在这里祝大家新的一年 顺顺利利 心想事成 祝你们顺顺利利 心想事成 祝我们友谊长存 加油 明天路上见吧 晚安 各位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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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